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我们的眼睛和手的配合就能塑造出很多优美的造型 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 立体裁剪它是在寻找面料和人体之间的一个空间概念 那么什么是空间概念呢 也就是说一件衣服着装之后 它离开我们身体的距离是多远才是最美的 这样呢就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概念 那么制作立体裁剪呢 和我身边的人台呢是密不可分的 人台的选择呢 一定要非常接近于我们人体 因为接近我们人体呢 塑造出来的造型 在真正的着装之后呢 才不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 那么说到人台呢 它又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站在我右手边的裸体人台 那么在欧美一些国家呢 裸体人台也被称为是培养设计大师的人台 那么裸体人台呢 它就是一个人在静止状态下的一个复制品 没有加入过任何的一个放松量 那么另外一种人台呢 就是站在我左边的工业人台 那么在欧美一些国家呢 工业人台呢 也是被称为培养成衣设计师的 这样一个人台 那么工业人台呢 它是在裸体人台的基础上 加放了一定的松量 包括呢 我们人体呼吸的一个需要 还有运动的元素都加入进去了 那么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呢 工业人台的难度就要小于裸体人台 因为它呢 已经加放进去了一定的放松量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对于松度的一个把握呢 难度就会相对比较小 那么裸体人台呢 由于它没有加放过任何的一个放松量 在我们实际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它的放松量的松度呢 控制的要比较大 所以它的难度呢 相对来说也是就更大的 所以呢 它也被誉为呢 是培养设计大师的这样一个人台 那么在初步的了解了人台之后呢 我们今天呢 就可以进行一款扩形立体兜造型的这样一个演示 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裸体人台呢 直接的向大家呢 进行演示 那么人台上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些标注的线条 那么这些线条的设定和粘贴呢 在我们今后的课程当中 都会给大家呢 逐一的介绍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进行这个扩形立体兜造型的一个设计和操作 首先呢 我们要进行P部的一个准备 P部呢 我准备的是大概一米的长度 40到45公分的一个宽度 那么这个长度和宽度呢 要根据我们造型的需要来进行配置 那么P部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整理 整理 在整理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用大头针 从布边进来8公分 来找到一根直纱线 找到一根直纱线 用大头针给它勾出来 勾在一根布丝上 然后由上口的布边下落28公分 同样用大头针勾在同一根纱线上面 然后用笔呢 画好线 画好线之后呢 我们要用运斗 把P部成立的横平竖直 横平竖直 最后呢 我们还要检测一下P部 上口的布边呢 对齐 我们把它垂直向下 看一看 我们的布边是不是平行在一条线上 如果是的话 没有问题 我们这块P部呢 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在做立体裁剪的时候呢 每一块P部都要这样认真的去整理 来保证我们纱线的一个垂直 下面呢 我们就在人台上进行实际的一个操作 首先呢 直纱线要对齐人台上的前中心线 同时呢 横纱线对齐人台上的胸围线 对齐之后 我们用大头针进行固定 在领口的位置 还有胸点的位置 以及腰结的下边 囤围线的下边 这样呢 分了四根大合针 将P部呢 固定在了人台上面 那么我们入针呢 是0.3 初针呢 是0.3 大头针的方向呢 都是保持一致的 因为我们塑造造型呢 都是创造美的一个过程 包括大头针的别法 方向 都要体现出美的一个因素 那么P部固定好之后 我们回到横纱线 通过横纱线呢 找到胸点 胸点以上部分呢 我们要给它确认直纱 确认直纱 读一根直纱线上去 胸点以上保持直纱 找到以后 我们现在监禁点 粗略地给它进行固定 粗略地给它进行固定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前领口 有了几个毫米的一个松量 确认直纱之后 在前领口会自然地出现 几个毫米的松量 那么这个松量 我们是满足什么呢 我们是满足我们锁骨的一个需要 我们的锁骨也是需要松量的 所以我们要进行直纱的设置 设置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粗略地修剪一下领口 沿着我们的直纱线剪下来 剪到距离领口 大概两公分左右的位置 下面呢 我们左手推向披布 让它贴合在人台上面 放两公分的缝缝 我们把领口呢 给它修剪出来 由于我们的缝缝呢 比较大 披布呢 会产生较劲 所以呢 我们要打上几个剪口 打几个剪口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批布放松 多余的批布 我们把它翻折过来 再重新地进行固定 固定之后 由于皮部放松了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领口的这个松量 大概有0.3到0.4的 这样一个松量 以胸点向上直纱为准 调整好以后呢 我们在肩镜里 重新地固定 大头针 固定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批布呢 自然地推到肩底 同样地用大头针 进行固定 固定 这几个步骤完成以后 我们就来寻找 我们这款宽松扩形的 一个松量 我们把手呢 推到腋下 推到腋下 由腋下呢 轻轻地 向胸点部分 推出来 一个松量 那我们呢 也是叫做转折面 由前面侧面 形成一个转折 那么在推的时候呢 绣笼里面 基本上是平服的 没有松量的 我们把松量呢 滑到了 腰围线的下面 腰围线的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前身的下方呢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流 那么这个量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胸量 一个胸量 我们把胸量呢 滑到了底板 根据我们的造型呢 设定这个转折面的大小 如果你觉得合适了 我们就在腋下呢 先固定大头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由胸点开始 P步上的横纱线 就偏离了 人台上的胸围线 偏离了 它向下落了 就说明 我们把胸量 下滑到了底板 下滑到了底板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呢 这个松量 我们到底设定多大 就要根据我们的造型来定 造型来定 就要通过我们的眼睛 去观察它 这个松量 这个转折面 我给的大小 是不是合适的 或者说是设计师 本身想要的 那么我现在推完之后呢 捏起来 大概是一公分这样 打开 就是两公分 这样的一个松量 我觉得比较合适了 我就固定了大头针 固定大头针 固定大头针之后呢 我们让它的布丝呢 顺畅的下滑 在臀围线的下面呢 我们也固定一根大头针 也固定一根大头针 让这个面呢 很自然的 顺畅的 留到底板 下面呢 我们来修剪一下绣 修剪一下绣 那么修剪的时候呢 我们要多留一点缝缝 多留一点缝缝 修剪一下绣 比较较劲的话 绣如果比较较劲呢 我们就打开几个剪口 这样呢 我们可以把皮布呢 献给它 放到叶下 放到叶下 同时呢 我们把尖线也修剪出来 按照人材上的尖缝线呢 我们要留出来 两公分的缝缝 多留一些 缝缝比较大 我们就打开几个剪口 让它更粗贴一些 这样呢 尖线和绣绣 我们就先粗略的 修剪出来了 修剪出来以后 我们就按照人材上的 标示线 把尖缝线呢 给它粘贴出来 给它粘贴出来 多余的胶带呢 我们可以给它剪掉 那么由于呢 刚才我们绣绒的缝缝比较大 我们在推转折面的时候 绣绒里面呢 它多少会含有一点松量 现在呢 我们把绣绒修剪出来了 绣绒里面的松量呢 我们就要再进行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取下来 我们固定的大头针 绣绒里的松量 再给它向下滑 让绣绒呢 基本平浮 平浮之后 我们重新的 给它固定大头针 重新在页下 用大头针来固定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这款造型呢 有一个立体的 兜布设计 兜布设计 下面呢 我们就来找 这个立体兜的一个设计 我们把底板的杀像 给它提起来 提起来 在侧缝的位置呢 形成一个立体的口袋 立体的口袋 那么这个转折面呢 经过这个立体的口袋 让它自然的顺畅下去 顺畅下去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 应该感觉到 一条杀像垂直的下去了 一直到底板 一直到底板 那么看到这个空间了 是合适了 我们再重新 在囤为线 下边的位置呢 固定大头针 这样呢 我们这个立体的口袋呢 就找到了 找到了 从侧面看呢 它是有一个起伏 有一个起伏 找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 口袋位置的一个设定 由腰结下来 大概三公分左右 我们将披布和人台呢 先粗略地固定 这是口袋的一个开始 消失呢 大概是囤为线向上 大概两到三公分左右 我们让它消失 我们先简单地 把这个口袋呢 给它找到 找到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 侧缝线的一个粘贴 粘贴 我们在粘贴的时候呢 上边胸围线的位置 是不变的 那么下面呢 要微微地向前倾斜 大概到囤为线的位置呢 要偏过来 大概三公分左右 我们把侧缝线的线条呢 前后给它互相借一部分 这样将来呢 我们乘衣做好的时候 就方便于我们 揣口袋的一个角度 下面呢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次 实际的粘贴 在侧缝线呢 我们 胸围线向上部分呢 可以放出来 0.3左右的一个松量 不需要太多 到胸围线呢 就和侧缝线重合了 然后慢慢的 我们要向里拼进来 贴到我们 兜部 上后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 把它剪断 下半部分呢 我们用眼睛看 要按这条线条呢 顺着兜部呢 向下延长 比板的位置呢 也是微微向里倾斜的 贴一条顺畅的侧缝线 侧缝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甲壁放下来 前身的造型呢 我们基本上就完成了 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可以把批布翻过来 用大头针简单的固定 就可以进行后半身的一个操作 那么后半身在操作的时候呢 它的转折面 也就是说它的松量呢 往往是要大于前身的 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运动呢 一般是要向前运动的 所以呢 我们在后身的一个 转折面的设定 就要大于前身 那么关于立体裁剪 对松度的一个 不断的寻找和探索呢 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 我会和大家一起去设定 去研究 来达到我们深入结构的一个 更好的效果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